由鄭玉玲、鄭遜峰 孔德賢主持的直播帶貨真人騷節目 《色課2》 這日拍攝最後一集 一班升級主播陳敏芝 阮兆祥、馮兆祥、馮兆祥、黃美琦 以及兆初等 聯同上一輯的參賽者陳志堯 黎諾伊、小寶、露芙 以及黃建東等 來過新舊大派對 並選出《色課2》的總冠軍 最終由眾望所歸的敏芝奪冠 她都難掩興奮 多謝公司 我也要多謝我Honey 這麼多兄弟姐妹 因為我們其實是團隊 我們一群很樂力 最開心的是剛才公佈 我們的營業額 全部人加起來賣了四百多萬 兩天而已 其實是很振奮 我們是感動的 這個獎對我都很鼓勵 我會用心做好主播 我其實只是在學習 但我很感謝頒獎給我 是 今天可以見到第一輯的人 會不會特別緊張 要跟他們一起玩遊戲 我一點緊張都沒有 是呀 厲害 因為我們只是玩遊戲 是呀 其實我們本身也有請教過他們 在三賽之前 究竟他們有甚麼經驗給我們 他們都非常不論識地跟我們一起分享 所以今天我們不是一個對壘的形式 其實是一個重聚聯合的感覺 而且認識了太多年了 對 太多傻了 對 反而今天是很開心 好像一群聚疚 對 上輯節目總冠軍陳志堯 這晚正式卸任 在宣布新一輯的冠軍人馬之前 YOYO還大玩 港姐卸任發表感受的經典場面 相當搞笑 好 搭上同一個舞台 我的身分已經不同了 在過去這一年 我這樣識貨令我夢想成真 令我搭上一個精彩的旅程 每個人對帶貨都有不同的定義 我曾經被人說 美女是不能帶貨的 在識貨令我明白到 只要貨品夠好, 價錢夠便宜 主播只需要真誠和自信 就可以帶到貨 很開心 其實當時我們識貨1的時候 大家都真的很緊張 我覺得好像 他們識貨2的人輕鬆很多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有識貨1的經驗 他們就知道大概是什麼模式 我們當時是什麼都不知道 就是 蛤? 識貨? 總之他們就說 行了 邊玩邊學 我就好 大小子每一集都很緊張 每一集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時間很趕很急 所以大家 我們當時識貨1的參賽者 大家都很感情 做了帶貨主播紅人的小寶 近年在內地帶貨撞到燒 這晚他終於回歸 每天一群隊友都表示很羨慕他 有個很厲害的帶貨表表姐的偶像 在這裡 就是小寶 過幾千萬的 大哥 他有幾層樓了 又買樓又買車 真的還買不到男朋友而已 是 你又怎樣回應呢 是呀 我三個月的營業 差不多六千多萬 是呀 是呀 因為太太多了 是呀 所以很吵架 你現在是說他只欠個男朋友還沒買 我又沒這麼說 他直接欠個老公 老公 你會多都OK的 馬上來個老公 現在要推銷自己給你的未來 老公呢 我還有兩三條目標 先賺錢 我覺得我賺得夠的話 應該緣分也到 什麼緣分也有 人緣好的敏芝 贏了冠冠都沒有輸的 他對手還說輸得心服口服 這比是我們的光榮 姓陳是沒辦法的 是呀 我叫陳初算了 我都在想不如改姓 是呀 上季是陳志堯 今季是陳敏芝 我應該要姓陳 所以下一季是姓陳的 全部都是姓陳的 每一個是改姓之來參加 可以避免一下 這次我參加陳百祥應該是 Lego Lego 因為參與識貨 令銷售技巧和口才都有所提升 一群參賽藝人都說獲益良多 今次學了這麼多東西 所有銷售技巧都能帶到我們自己的袋 這些東西學了就真是 希望學而自用 你也得到 希望公司可以給我們機會 我們之後在Live Center帶貨 幫公司就幫我們自己 大家互相進步 幫公司你幫自己 我幫自己 自己會想帶什麼貨呢 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做運動的 可能關於運動的會得心應手一點 帶跑步 對 就是護具也不行 你做運動會弄傷 帶運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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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